大家好,我是Hady,歡迎收看粵語聚財經 最新總市值縮水道656億港元 僅是安塔總市值的25% 突然暴跌的杜火索或是 頭一晚發佈的第三季度的經營情況 其中釋放了很多利空訊號 裡面顯示2023年第三季度 李寧的銷售額從二季度的一成到兩成的中段增長 下降成了中單位數增長 線下渠道方面 零售渠道實現兩成到三成的低段增長 但經銷商從雙位數增長是降到低單位數增長 線上業務下降更明顯 要知道這個貢獻李寧25%業績的渠道 在今年二季度還有一成到兩成的低段增長 到了三季度已經是低單位數下降了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以前的年度 在今年第三季度的運營狀況報告裡面 李寧是沒有披露具體的增長情況 其實拉長時間的周期來看 李寧股價崩鐵已經持續了9個月 今年1月27日 李寧股價一度創出82港元每股的高點 後來就一直下跌 截止最新收盤 股價只剩下24.9港元 累計跌幅達到七成 累計蒸發市值達到1500億港元 面對股價崩盤式的暴跌 李寧緊急宣布回購 據公告顯示 最新一筆回購涉及的金額是2897萬港元 回購數量大概是119萬股份 這個已經是個幾月以來第四次回購了 值得注意的是 李寧管理曾將2023年銷售額指引 下調至同比增長一成以下 之前指引為同比增長15% 基於一系列的牙煙訊號 多加外資機構也紛紛下調李寧股價的目標價 其中花旗發布報告說 考慮到李寧單一品牌的商業模式 將分別下調李寧2023至2024年 盈利預測3%和1成 目標價由62港元下調到28%45港元 摩根士丹里在最新報告中表示 下調李寧未來三年的營收和利潤預測 對李寧今年至2025年的銷售額 預測分別下調6%、11%和13% 盈利預測下調17%、17%和16% 摩根大通發布報告說 考慮對宏觀的不確定性 將李寧今年至後年盈利預測下調5%至1成 目標價下調到56港元 另外大和表示將李寧投資評級 從買入下調到持有 預計李寧在短期內 將繼續受到宏觀不利因素和內部的調整舉造拖累 該行將李寧目標價由55港元降到49港元 當前李寧的最大麻煩好事仍未得到解決 財報顯示 截止2023年上半年年底 負存金額達到21億 所以李寧的首要任務是加大力度消化負存 未來還有加大折扣清負存的可能性 或者將進一步拉低毛利率 李寧打折清負存帶來的陣痛 已經是體驗在財報內 據中報顯示 李寧的毛利率從2021年上半年的55% 下降到2023年上半年的48% 在財報內 李寧將毛利率下滑 歸於增加線上渠道和銷售終端的折扣力度 DTC渠道佔比下降和副前計提增加的影響 一位經銷商告訴海建財經 為了提高銷量快點去庫存 經銷商不惜讓利壓格 再加上平台佣金、抽成、渠道費用等等一系列消耗 李寧一對鞋的利潤就會壓得很低 分析人士說 為了保持庫存的健康 運動服飾類企業一般都會加大清庫存的力度 商品打折力度更加大 降價幅度更加深 大概率將導致毛利率進一步下降 對於已經有三十多年歷史的李寧來說 這次更加像是中年危機暴露出來的問題 早在2010年在奧運會等因素的加持下 李寧曾經有過一段高崗時刻 當年李寧營收達到94.79億的封值 本土運動服飾的市佔率也達到9.7% 超越了Eddie僅次於Nike 但是後來 李寧因為提價和轉變品牌的定位走上了岔路 加之2012年庫存危機的影響 李寧在經歷超過1800間店面關店潮後 營收再度減少24% 僅是67.39億 並交出了上市以來的首次虧本 而這一虧就是將近20億 同時李寧的市值也一度縮水到50億港幣 並被反映更加迅速的安塔超越 失去了一哥的寶座 後來幾年 李寧一直處於不溫不火的狀態 直到2018年 一款Bio中國李寧系列的服飾 出現在紐約時裝週之後 才再度令李寧爆火 並且是自此樹立起各朝一哥的形象 再加上後來 Eddie和Nike對於中國市場的不重視 令李寧迎來了業績增長的第二春 曾經李寧試圖對高端市場發起衝擊 也一度迎來過高崗時刻 在2021年的新疆棉事件發生之後 Nike、Eddie在國內的市場銷量一度受到巨大的衝擊 當時李寧開始提價做高端線 試圖通過提價的方式打造出高端國貨運動品牌 李寧的品牌定價越來越高 大多數都來到1000元 甚至是接近3000元的水準 作為李寧旗下的輕車品牌 據普銀國際數據顯示 李寧1990標籤的均價是1000元左右 根據李寧1990天貓旗艦店銷售的產品來看 現在最高產品單價是10990元 而中國李寧最高產品單價是3599元 2021年李寧業績迎來了大爆發 當年營收達到225億 同比增長了56% 淨利潤同比暴漲136% 達到了創紀錄的40.11億 分析人士說 李寧這番崛起的主要是 憑借頭頂國貨之光的光環 和精準踩上了國潮興起的風口 結合高端品牌的價格提升 賺到一筆快錢 但高崗時刻太短暫 李寧2022年的營收增幅迅速降到14% 淨利潤幾乎停滯 今年上半年 李寧營收增速降到12% 淨利潤甚至同比下滑3.11% 同時消費降級的趨勢來得太快 更是令李寧的高端計劃破滅 面對動就要上千元的籃球鞋、跑鞋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感慨說 我沒有錢買李寧 當下越來越多的消費者 消費的第一原則是 新價比和實用性 品牌都是其次 價格偏高的李寧自然被特布 361、柏克、喬丹等其他國產品牌代替 據財經報道 近一段時間內 各大品牌天貓旗爛店 熱銷量前30名的鞋服 平均價格分別是 李寧199元 按塔153元 特布130元 361、105元 當下消費趨勢來看 低價已成為國產零售商的一致策略 消費降級的大背景下 李寧真實的品牌力 或者已經撐不起自定的新價了 有業內人士說 李寧過去兩年的發展戰略根本沒有改變 導致品牌沒有辦法跟上消費者的喜好和改變 銷售增長乏力 可與意見的是 未來中國運動市場的競爭只會越來越激烈 其中 安達正在從低端向上 Eddie和Nike等高端正在向下衝擊 這些都將會導致李寧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 今期的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歡迎大家留言評論訂閱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